第二場CBL賽事講評 規則簡單講一下 攻守方15位選手 每位選手就有三顆頭的機會 進攻方可以帶兩門藍色器械 防守方只能帶一門 在比賽中每個兵團不能用軍魂 這會大大影響有些兵團的出場率 今天很特別 我們邀請到兩位資深的戰役媒體人 一個是Semi 大家好,我是Semi 一個是我們的廚師 大家好,廚師 今天我們可以看到第二場 TKT對上KN阿希 兩隊的話,藍方這邊換成進攻方做進攻 剛剛上一場TKT算是輕鬆的捏壓過去 在鄧州場裡面進攻方用捏的 大概正常比賽應該只有六分鐘吧 那真的是用捏的喔 那這邊就可以要看看KN阿希 要用什麼方式做應對 那以目前的進攻方的配置 的兵團配置來講 我會覺得也是看不到太特別的狀況 尤其是兵團的配置上有夠像在打三軍的 你知道嗎 對,還有真的是一隊摸刀 但是奇怪的地方就是他們沒有配太多的騎兵 因為成應該 這個地方應該騎兵多比較好一點嗎 對啊 你C點就是要靠騎兵阿 還有本陣 然後反觀而言 反觀我們的那個TKT他們 我覺得很特別 這TKT是目前我播了第三場 第三場以來發現他們是 就是比例而言他們是試騎兵最多的 以往我們看 你看兩隊就很明顯的差別 這邊幾乎一定會帶一隊五星兵 就一個人是帶三個四星 全部一定會帶一個五星兵 但他們幾乎有 1 2 3 4 5 6 6個四星 哇 這其實在CPL上是比較少見的 因為其實 我們可以看到鐵人跟 飛斧丁 尤其是飛斧兵 其實我目前播三場下 我其實沒有看到飛斧丁 飛斧兵有太強的表現 幾乎還是末刀鐵漢 跟平推這樣的地推流去做進攻 然後放手方的配置騎兵也是九配 但是還是比對面多啦 但是也沒有到很多 嗯 但是我覺得三對子兵應該比較好用吧 拿起來的時候 因為你五星兵應該真的是 太多了 比較毒一點 五星兵應該可以對白兵 嗯 那這場沒外 就會是一個五星兵對上四星兵的那個 戰鬥了 好 那我們來看比賽 那如果以目前 我們在地圖上可以看到就是 我們還是等到比賽中再看好了 不然到時候被他騙 因為他們小門 我剛剛看到那個進攻方小門 就是V點那邊 安排了好幾個人 嗯 不一半一半吧 對啊好多人 哇 又又怎樣啊 連第二場都這樣啊 導播不行啊你這樣 這是你們兩個代賽啊 這是你們兩個代賽啊 靠野 看起來翻手放不了B點吧 你看他們 差不多啊你前面派人 嗯 對就是 按照前面兩場的那個經驗 基本上大家是都會放AB點的 哇然後一樣就是一二三四四個人 直接 用最快速的防止去拿B點 可是如果你知道他們要放B點 也還要減多人去B點嗎 還是好好的推測去B點會比較好呢 嗯 我覺得如果我今天是打比賽 我會還是想要確保這件事情 嗯 對對對 因為如果真的只安排兩三個人去踩 然後被人擋下來的話 哇 那那個時間就會浪費 嗯 因為我覺得在安排上真的 你很難說再有第二波的集結去B點 你如果那邊變斷的話 你的下一步就只能乖乖A點拿下來 然後再去拿B 沒錯 對啊你這個第一時間拿B點的動機 大概就有這個時間 是不是你還知道之前的CBL 我們看過有一個VM嗎 是不是VM 就是在B點 塞在B點的時候 可以反一下他們的進攻 對啊 我覺得是也蠻建議 就是我會蠻期待這樣的發展 因為我看了我看了三場還沒有看到這樣 大家AB點就狂放 我是覺得B點是可以賭一下的 然後你球 分掉的時候其實差很多 對啊 進攻不了 好那是整個戰場的發展 戰場的發展齁 還是一樣齁 對對對 然後沒意外下一步就是又開始要加器械做消耗了 那這邊的話其實就可以看出 防守方這個人 這個隊伍是不是真的很厲害 因為我真的覺得現在 打CBL要練龍城關的隊伍 而且在練防守方的時候 都要去練兵團的走位 要看你們都會去 閃掉對方的器械 嗯 但是我覺得CBL的話 C點比較難守吧 因為你配拋兵 你可以轟到C點 你還可以轟到補擊點 所以就是要那個 所以就是要那個 我覺得重點 如果以進攻方C點來講 就是一定要把這個城牆這個缺口打掉 嗯 你這個缺口沒打掉幾乎你的補擊跟你的騎兵 是很難進來的 你的第二波 你的第一波跟第二波的那個準備期會拉得很長 然後現在 可以繁树的組合在一起 可以繁树的全部接在一起 對啊 但是目前可以看到這個城牆是好像沒有 對他有想法 有了有在轟啦 這邊有兩個人在轟 哇這波爆品質真的很不行耶 我家的網都沒他爛 城牆的缺口掉了 再來就是看 藍方這邊是要直接進攻還是要慢慢消耗 其實CBL現在有個很特別的心想 就是這邊一定會放個兩三隊 防守方 我目前看了 兩三場下來就是防守方這邊一定會放個兩三隊 為什麼勒? 好問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呵呵呵 因為以目前的發展來看那邊是可以不用放人的 因為哪一邊平台你去繞後也不是很好的地方去繞後 你家拋也是紅不倒什麼東西 OK那這邊進攻方 開始囉 像瀑布一樣 先打了補給臉吧 搭配砲兵的轟炸 然後末刀配上平推然後再指輔兵這樣子 然後那這邊就要看兩邊刀盾的破陣時機 然後還有那個平推的平推時機 對方的炮兵技高一籌 我覺得都有轟到點上有點強 炮兵比較靠近一點比較好 畫面很亂畫面很亂啊 還很卡又亂又卡 被夾了被夾了哇 那這邊的話很明顯是KMRC的失誤喔 沒有安排一組壓後 沒有注意後面 不然就是有注意只是被清光了 來不及吧 他們騎兵來了 一堆莫刀 一堆莫刀對清出去了 還有這個鐵架炮也是浪費的 對啊 我的鐵砂碰沒擊發捏 被打掉了 哇 好慘好慘 這一波防守防血鑽耶 那這邊要等到所有的武將復活 然後到兵都集合完 大概要兩分鐘喔 哇 這一波 這個其實就是防守方一個很大的騎兵優勢的地方 就是你一邊堵住之後一個快速的繞後 可是他們更厲害的是居然可以安排到一對莫刀先去電耶 那對莫刀為什麼進光方完全沒發現啊 會讓那個莫刀就這樣衝進來 其實這是一個 大叔 不應該發生的事情啊 沒錯沒錯 然後後續的騎兵進場的切割那個就毫無懸念了啊 我刀騎進來一定死啊 哇如果這個時候我是那個進攻方的指揮官 我真的頭會冒著燒耶 哈哈 但是看起來好像沒有人用雙刀騎嘛 你說進攻方嗎 嗯進攻啊 還是防守也是也是看不到雙刀騎 剛剛在打那個西補缺口的時候有各派一隊 然後後面的話只剩下防守方的雙刀騎活著了 進攻方雙刀騎幾乎沒了 其實這應該雙刀騎如果真的沒軍魂的情況底下應該是真的很軟 可能我一個錘子進去轉個一圈你可能就可以收個三四次出來 因為雙刀騎他就是強在爆發傷害啊 那他沒差軍魂的時候他的爆發傷害可能就不夠 雙刀騎二下去的時候無法很快速的收割無將 然後這邊整個步調拉得很緩慢喔 剩下8分鐘 那一樣龍城寬其實他們現在西一點的進度是0% 坦白講要一定要四分鐘的時候就要要踩要至少踩一點進度出來 不然幾乎不用玩的啦 幾乎這場就是要宣布TKD贏了 有時候就覺得說是進攻方自己選擁城管 那如果是這樣打的話其實 我感覺還不如練一下別的地圖 其實看起來KNLC好像比較弱一點 對啊 沒有太想過 全部的地圖要怎樣打 我現在引擎時間又默默過了一分鐘 然後什麼事都沒發生 對 就是連基本的架器械去做轟炸的這件事情都沒去做 消耗傷都沒有 喔啦要開始動了開始動了 有啦先有就架兩門舊炮 可是兩門舊炮力道太小了 嗯 最少都要三門吧 就是你不只要舊炮啊你也要弩炮 前兩場比賽大家很愛用弩炮 因為他能直接做一個有效性的擊殺 然後這邊哇很強欸 還在給你賭一次西補欸 這次會不會在那邊鬧後呢 海呀導播 欸你們的網路是怎樣 嘿 我感覺在看什麼四個漫畫欸 喔終於動起來了 哇這個莫刀海天啊 那個頭盔都是莫刀 然後皮卡丘 然後皮卡丘 嘿 欸他們有安排兩隊去做一波 連著跟鬧後是不是 嗯沒錯 這次欸好像人家居然死掉了 好然後這次補給進場的效果還不錯喔 可以打出來雙刀奇蹟在收割 對對對 不錯不錯 哇那這邊真的就是變成我們一開始在討論的那個劇本 就是真的是到底是五星兵贏還是四星兵贏 這邊就是真的純靠磨刀的數量跟那個 嗯 跟輸出就直接灌進來 哇你看這磨刀的數量太誇張了吧 對 很檔啊 一樣 哇這至少四隊或五隊欸 嗯 看泡兵也是沒有受到什麼好的攻擊 泡兵這樣後頭也沒死多少 但是這邊防守方還是很有機會 因為時間還有五分鐘 吸點的趴數是零趴 嗯 如果認真要鎖的話 如果我是指揮官啦 我會我還是會叫大家熟悉一點 可是好像沒有喔 直接不熟 看是不是 那這邊就很這邊就很小心 因為這邊 進攻方的天火還有西發 那如果還要這樣鎖本針的話 我就不知道 我是覺得 這邊反而是TKT 在 有點不小心 嗯 我真的會熟悉一點欸 要這樣熟悉一點 十一八天火欸 但是 不可以言止講 因為他們 補擊點也是守不下來 剛剛 沒有補擊點也是守不了西點 嗯 也是 極限太長 好那這邊一樣就只能 做的那個 那個 我們防守幫 會不會去做一波撈後 這波冰差也打出來了 因為這邊如果是單純的拼數量的架陣 那個絕對 天火一定是 會轟到 亂 對啊 會轟到你燃焦兵的啊 就是你 你不可能 單純用地推有兩邊互撞 那一定輸的 一定得想出一個更好的打法 他有天火 他就比你強 他有他們的兵選比較好 對啊 就直接贏你兩百欸 哇 結果沒想到 那個 我們這邊K&RC前期打得很不好 到後面去來 有點 給你看一波表現 對啊 逆轟高飛欸 完全 就是在看那種 最近的八卦新聞 知道嗎 都在等風向吹久一點 不能馬上去做判斷啦 等一下跟你來個大逆轉啊 哇 但是我這個觀看體驗真的很差啊 他媽的 難得可以看到 這個龍城觀打得那麼好看 結果觀看品質這樣 好 那這邊的話 我們的藍方進攻方 已經要做一波的進攻了 那這邊的話 其實就有點犯了一個大忌 就是直開單線 欸我覺得這個 其實就是這個日本人 隊伍一個很特別的點 他們幾乎都直開單線 對對對 剛剛 東九成也是一定的 對啊 對啊他們 都用那種開單線的方式 在玩這款遊戲 因為就我們的理解 就是一定要開雙線 但他們沒有 他們都開單線 然後這邊開單線的結果就是 其實這邊TKT的 架陣的邏輯很好欸 他們馬上把冰閃開 像個扇形 然後圍住他們 那這邊的話 就是看兩邊護裝底下 藍方是怎麼突破這個重圍 哇 你看天火轟到一個 還蠻重要的位置 那你看他們通常都是用 輕鬚去保護他們的PP吧 對對對 西北友的輕鬚好像特別有用 哇 這一波衝鋒 這個 哈哈 波蘭沒有守住 波蘭的電 然後再配上後面雙刀棋的後續輸出 哇 這個 哇 這其實就是很明顯 很明顯看單線的那個 問題啊 我一個斷線回來 怎麼局勢就逆轉了 哈哈 有有有 防守方打去一波 剛剛波蘭一配相道棋 哇 波就進出去 然後打到補給點 嗯 目前補給點掉了 基本 應該沒機會吧 就沒機會啦 他們後續也沒高薪兵種啦 對 應該都是綠兵跟龍明兵的 就是乾舟變零酷戳 你如果 你如果還在本陣階段的時候 可能還有機會 可是 你今天被人家壓到這邊 你龍明兵 你今天沒機會 對啊 然後那個大陸是那個槍領進到那邊 那個龍明兵真的很慘 嗯 可是 日本的我覺得 也是很有那個運動家精神 還是在跟你拼一波 哇 你看那個 哇 雪原節撞爛那個 乾舟兵民啊 哇 無情 啊 無情是無可 一個騎兵你看 這騎兵的量 對對 打出來 那就是很明顯 TKT的優勢還好幾波啊 就是他的騎兵還扣著 沒錯 就還一堆大魔王等級的兵種 在後面等著KMRC 嗯 你看 這個兵損 直接 被打回來了 原本贏200 然後直接輸200 那現在還充製性已加亂 哎呀 那這個就很沒體驗了啊 好 那這場 這場就這樣 這個博包品質真的是 要趕快講下一場了 好 那其實這邊呢 這場其實還是可以看到 KMRC在補給點那邊 第二波進場的時候還是很漂亮 就是末刀的配合 我覺得他們應該是有 互相call 就是可能 誰進場 然後誰出來 誰進場 誰出來 嗯 他們應該是有這樣做配合 因為誰上完 然後之後 用1 然後換下一個這樣做車輪 不然 怎麼可能這樣子那麼順利 就完全用捏的方式推過去 真的是蠻厲害的 但是你看到的問題就是 你打完一波末刀公司 然後 最後的公司就沒了 對啊 最後對 這個是一個更大的問題 就是後續的 末刀這樣打完之後 後續 呃 人做事情就少很多 沒錯 好 那我們這場 第三場 12月6號賽事 就恭喜TKT 真的真的蠻厲害的 TKT在鄧州城的進攻 他們在夾人的那個力道很強 他們幾乎就贏 都是一直夾欸 各種鬧喝各種夾欸 都是夾贏的欸 很會夾 喔 TKT 很強 夾得很緊